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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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铺镇持续向好的生态环境 也让梅花鹿种群的数量逐渐增多 从二十年前的四百多只 增加到现在的一千八百多只 以前很多不常见的野生动物 现在也经常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野生动物的频繁出现 也会让民警们有些担心 因为当地村民曾有吃野味的风俗 它们会在林子里下猎套 猎套也会对梅花鹿的生命构成威胁 天气这一路 很多野生动物肯定要出来 那么冬天有些人肯定在这散散 也安了些猎套 冬天那些猎套雪滑了 就肯定出来了 我们就在这个灌物村边缘上 则丹旭 若尔盖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民警 从警十三年 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 难点哦 大家小心点哈 这个树枝树叉的有点多 就要多到了 难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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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护路上随手检释垃圾 已经成为寻护队员们的习惯 日复一日的寻护 他们就是这样 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维护着森林的生态环境 保护着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安全 我们从这儿慢慢爬上去吧 这边 啊 只要喝酒一点 哎 哥哥 你看这啥东西 这 哪里 一层东西要干的 哪里 边前头 你看 哦 这 这回头 我们就过去看啊 悄悄地过去啊 这边就过去啊 慢慢走 泽丹旭和同事们 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发现树丛中 躺着一只梅花鹿 通常 警觉的梅花鹿 见到人都会立即跑开 但是这只梅花鹿 嘴角流着血 气息微弱地趴在原地 一动不动 这让泽丹旭和同事们 立刻警觉起来 这只梅花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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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裂套套伤的痕迹 这只梅花鹿身上没有裂套套伤的痕迹 电话称卡吉港村与原崇尔香蕉接触 听到了枪声 怀疑有人在道理 民警火速赶往举报地点 同时侵犯 倒倒了这个现场 已经没得人了 每一张是很新鲜的 而且很缺席 案发现场近邻国道 双向行驶的两个车道 犯罪嫌疑人究竟往哪个方向逃窜呢 发现这辆车的车阵 就是进行了挑途 然后从甘肃跌步往洪心 民警们立即沿线追踪 在距离案发地15公里处 一辆面包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当时也是凌晨 车辆很少 而且这辆车的车身也比较重 跑得也不是很快 种种迹象都引起了民警们的怀疑 随即将车辆难停 并进行了盘查 发现车上有两把的小口径步枪 刹发子弹 两把鼻袖 然后两只已经死亡了的路子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梅花路的生存状态 关系到若尔盖的生态平衡 这也让案件的性质迅速升级 建于案情严重 若尔盖县公安局立即成立装案组 审讯过程中民警得知 三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甘肃省鹿曲县 郎木寺镇人 2014年11月14日傍晚来到铁部镇 目标就是珍稀动物梅花路 三个人不惜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 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原来犯罪嫌疑人阿某听说梅花路肉 味道鲜美还能大补 可是哪里能买到路肉呢 他每天都苦思冥想着 一次外出 不经以前听说 若尔盖县的铁部镇就有野生美花路 这让他兴奋极了 马某还主动联系了他的生意伙伴韩某 帮忙开车 一拍集合的三人 当晚便携带私自改造的枪支 弹药 开车前往铁部镇寻找猎物 走到这以后就发现了 这个大量的这个梅花路从这个山上 从这边这个山上 就是梅港 这边的梅港村的这个山上下来 欣喜若狂的三人 立刻将车停靠在路边 举起手中的盖装枪支 将子弹射向了梅花路 大了一公一母的这个鹿子 就把这个鹿子拖到图墙边上 这个马某用他身上自带的匕首 把这个梅花路进行开膛扑斗 把雷射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遗弃在那 然后还把一个公鹿子的老口 直接砍了 仅仅为了口腹之欲 阿某等三人 就将两只梅花路残忍地裂杀 随终若尔盖县人民法院认定 被告人马某阿某犯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兵威野生动物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七年五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两千元 被告人韩某犯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兵威野生动物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两千元 小斑受伤了 骨折了眼睛 长年在山里寻护 和野生动物大交道 让泽丹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判断 梅花路受伤骨折的腿 需要马上固定 阿老公 你在这附近找一下 需要的骨斑数据 尽端木区的骨折 稍微的爆炸一下 小心点啊 轻一点不要把它弄疼了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 固定是吧 对对对对 由于这只受伤的梅花路状态不好 也没有办法站立行走 不具备原地妄规自然的条件 泽丹旭决定 以及与铁部片区 国有林保护站负责 救助野生动物的工作人员 取得联系 将梅花路带走 接受专业的治疗 哥儿 你给那个部队转阿托打个电话 好的 马上 喂 阿托 我们群山群到这儿 绷巴狗往这儿来勾勾来 有个受伤的小鹿子 这个把你们站上去 我们平时给梅花路带的小零食拿一下 看一下它吃不吃 受伤的梅花路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民警们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小零食 尝试着安抚它的情绪 让它能够卸下防备 放松下来 可是受到惊吓的梅花路 一口东西都不肯吃 近些年 在泽丹序和同事们不间断地巡查 寻护下十几只野生梅花路 猎灵等珍稀动物都得到了很好的救助 重新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 在泽丹序和同事们细致地排查下 密林中没有发现破坏森林资源及布设猎捕野生动物的工具 意味着盗猎等违法行为在严厉的打击下逐渐消失 这也是让巡护队员们最开心的事 这里已经成为梅花路等野生动物们的庇护所 和繁衍生息的家园 修整了一夜 若尔盖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的民警们又踏上了巡护路 哈丘湖位于若尔盖十地国家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 是十几种候鸟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每年三至五月 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警鹤 都会从位于云南的跃动地飞回到它的出生地入尔盖 开始进入新营轮的繁衍 在藏族人民心中 黑警鹤就是象征吉祥的神鸟 所以当地人对黑警鹤也是格外爱护 每年黑警鹤南迁归来的时候 一些守鹤人会用自己的方式迎接他们的回归 黑警鹤优雅的体态以及他的珍惜性 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听声比较胆小 如果说他被这种游人打扰的话 可能还会面临就是说是 连鸟宝宝的鸟蛋都不会挂 就直接会飞走 是咱们那个鸟宝宝可能会夭走 生性胆小的黑警鹤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 一旦环境中有人类闯入 就会让他们感觉生命受到了威胁 可能会放弃这片栖息地 从此不来这里繁殖 这将严重影响种群繁衍的数量 到了五月份这一块 也是咱们黑警鹤的一个繁殖期 到这一块的话 我们会巡护的这个力度会大一点 行驶在若尔盖 成群结队的牛羊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他们悠闲地在公路上穿行 像这样的横穿马路的情况特别多 然后也容易造成这个交通事故 平时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得下车去赶一下牛 避免这些意外情况发生 颠簸的木道和随时出现的牛羊 也让巡护队员们 前往哈丘湖90公里的路程 走了四个小时 此时这辆车已经越过保护区的缓冲区 穿行在核心区的边缘 而且越来越接近黑警鹤生活的区域 看看拍照来看得清楚 拍照看不清楚 但应该是有机车子 而且老百姓的车子 不可能往这些伯父区来跑 对我们这儿停一下 停一下这港子隔着 我们俩这港子把车子开到这儿 它马上摔了一个毕竟的路口 来对它进行拦截 那个南瓜你们俩 接到这儿当地的牧民 把那个接好他们两个匹马 然后从这边给他们保护一下 湿地里暗藏凶险 无数看不见的沼泽隐藏其中 车辆一旦进入 极易陷入其中发生危险 经验丰富的泽丹旭立即决定 并分两路 一路向草场里的牧民借来马匹 一路继续开车沿着木道追赶 一起对非法穿越的车辆 进行包抄拦截 凭借对哈丘湖地形的熟悉 泽丹旭和同事们很快便截停了 非法穿越的车辆 你好 什么事 同志 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们是外地来 游客在这拍下黑鸡鹤就是 这里是自然保护区 车辆不能擅自食物 来 叔叔 麻烦你把这个门给我们打开 还有后备箱 来 车辆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设备 是摄影设备吧 对 摄像机 其他没事 咱们这边都会有很多野生动物 对吧 你这样的擅自进入保护区的话 会对他们的一些气息 造成一些影响 这边可以进火告 好吧 所以说就尽管使一下 好吧 近年来 在若尔盖县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民警们的密集寻护下 车辆非法穿越保护区的情况 在逐年减少 黑警鹤的生活环境 也得到了有效保护 八十多年前 若尔盖这片茫茫的草地 曾经是红军长征路上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 无数的红军战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今 通过持之以恒的生态修复与保护 若尔盖草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天 泽丹序和同事们 要去若尔盖县东南部的包座乡巡护 那里除了有鸟中大熊猫黑警鹤 还有一样瑰宝 高寒泥炭沼泽湿地 这片大草原 是红军 曾经走过的大草原 那边那两个好像是 湿地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吧 巡护路上 民警们遇到了四川若尔盖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那么久 对湿地进行巡护 也是他每天的工作 你好 你好 你看这个泥炭 它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状态 我们把它称之为草莓 那么久所说的泥炭并非泥土 它属于非金属矿产资源 是煤化程度最低的煤 也是入耳盖湿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泥炭 我们用手这样挤 它就像海绵 海绵我们一个小时候就见过去 那么它具有强大一个蓄水功能 那么这个泥炭 它一公斤可以蓄八公斤的 我知道 我也想看 放开 然后 我们有点误2 我们有点准备 合理 我 你 是非常缓慢的 那么一年它就长一毫米 一毫米 对 十年是一厘米 泥炭以每年一毫米的速度堆积 而要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泥炭层 需要历经数千年之久 在一些花卉园林专业养殖户眼里 是非常优质的育苗养花土壤 就这样几乎毫无成本 又极具市场需求的泥炭 就被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所觊觎 2021年 泽丹旭和同事们就在日常巡护中 了解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泽丹旭和同事们迅速赶往 位于若尔盖 松攀 红圆三县交界处的包座乡 嘎兹村的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以后 会用寵物金星四个字 来形容我当时的干手 被倒了一毫的面积 达到流边飞房左右 高度在三至四米左右 案发现场的景象 让泽丹旭震惊不已 黑褐色的大坑 赤裸裸地暴露在清晨的薄雾下 变成了这片草原的伤疤 看到我们若尔盖 猪猪伯伯伯的草原 被破坏是这样子 我心头十分的难受 一年才堆积一毫米的泥炭 竟然遭到如此严重的倒挖 办案民情立即进行了实地勘察 根据现场洒落的新鲜泥炭 和车辆碾压的痕迹 民警们判断 反罪嫌疑人应该刚离开 案发现场不久 民警们立即兵分两路 一路留在原地保护现场 另一路沿着车辆掉落的泥渣 进行追击 功夫不负有心人 民警们在距离案发现场 即是公里外的松攀线境内 发现近邻公路边的一家餐馆外 停靠着几辆堆满了泥炭的可疑车辆 民警们决定在餐馆外秘密遁守 等待嫌疑人的出现 进行了半个小时左右 这三辆大货车师傅 就从这个餐馆出来 准备上车 我们立即对这三名大货车师傅 进行抓捕 通过对三名货车司机的讯问 泽丹旭了解到 三人都是受他人故情 来到若尔盖运输泥潭的 而真正的老板则躲在背后 遥控指挥着这里的一切 这三名货车司机 也向我们警方提供了 羊某 扎某 七某的一些 有效信息 电话号码 车牌来信息 通过技术手段 民警们很快便锁定了 羊某 扎某和齐某 所在的具体位置 就在警方准备抓捕之时 乡邻的红圆线 有接连发生了两起 泥炭被盗挖的案件 进行损信以后了解到 与我们这边 日耳盖县包座乡 嘎子村 曼巴操场犯罪嫌疑人 羊某和扎某有直接的联系 鉴于三起案件 关联性较大 四川省阿巴藏族 羌族自治州公安局 将这起系列案件 并案侦查 由若尔盖县公安局主办 组成了一个 1202非法采矿专案组 随着案件侦查的 进一步开展 六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也悉数到案 该团伙主犯杨某 很快就交代了 自己的作案经过 他是松潘县人 2021年10月 同乡扎某提出 想跟他一起赚钱 他便欣然答应了扎某的请求 当晚杨某等三人 便倒挖了包座乡 嘎子村的泥炭 北城乡司机驾驶着货车 刚刚离开若尔盖境内 就被公安机关解惑 心有不甘的杨某 又伙同其他三人 接连两次在红圆县境内 倒挖了泥炭 那么这些被倒挖的高寒泥炭 又流向了何处呢 远速到成都 花费市场 继续守门 不法分子在经济力量的驱使下 倒挖泥炭 对湿地生态环境造成了 不可逆的破坏 更可能会导致黄河水源减少 水质恶化 造成黄河流域生态的严重破坏 2022年12月8日 四川省若尔盖县人民法院 一审认为 杨某等6人 违反矿产资源法规 构成非法采矿罪 分别判处各被告人 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至拘役三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10万元 至2万元不等 案件的告破 对违法犯罪人员 起到了震慑作用 更对住牢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屏障 起到了关键作用 所以说这个泥塘保护工作呢 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巡护 对对 讲得很好 没有 我老师讲得很好 感谢感谢 我们两家的任务任重到远 我们继续巡护了 好的 再见 保护安全 好的 好的 告别湿地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泽丹旭和同事们 来到了非法倒挖泥炭案件的现场 进行生态修复的回访工作 这要恢复得不好呀 哥 就是 草子有年轻的长了点你看嘛 就是 这个破坏了人生还是 真的是永久性的 不可逆地一些损害 老公 我们车上有的草子啊 有 那我们这儿撒到草子吧 可以 哥 你我去拿 好 好 上水 你 diligently找的 我去拿 喝 得比 不 阿滥 有一白 那这个 是 就不是 雨 可以 还行 船 不 · 以为 他不知道能不能活 也不晓得能不能活 我看你去看你 你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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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 我們今天 打髒風的地方 就選這個地方了是吧 這兒有一水 這邊都有一山 會比較風 也比較陰壁 由于三年前的泥潭倒挖案 就发生在凌晨时分 从那以后 入尔盖县公民局森林警察大队的民警们 会不定期地开展师弟夜间去工作 今晚他们准备在这里稍作休整 吃上一顿热乎饭再进行巡护 虽然五月的入尔盖已经进入了夏季 但是三千六百米的高海拔 让这里夜晚的温度 从白天的十多摄氏度骤降到几度 一碗热气腾腾的泡面 让民警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 哦 我忘了跟你说了 今天那儿管復站 那天我们就做这个没有好路了 嗯 终于抓电话了 嗯 恢复得好得好事 好得 嗯 哦 那就好事 就是前段有点担心 那天我会担心吃 他一块都没吃 他那天是那种肯定惊吓到了 然后又受伤 就像我们这种没心情那种吃嘛 他们那家就有一个就是 就肯吃了 就肯吃了 鱼米啊胡萝卜那些都肯吃 哦 现在吃的好肯吃 我们的工作性质长期在野外 以及和一生动物打交道 特别是救助了一生动物以后 有一种幸福感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平凡的人 我们愿意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努力 我昨天给报复好 让越来越多的动物来到这儿 远远回复 伴着月色 民警们又踏上了寻护路 全面排查泥炭保护工作中的新问题 新线索 用实际行动守护黄河去水时的安全 如今 这片承载了红军长征土中最艰辛记忆的若尔盖草原 早已经从曾经的死亡地带 逐渐转变为多样珍稀生物种群的家园乐土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9种增加至17种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从25种增加至46种 若尔盖的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也和当地的森林警察一起保护着大山与草原的精灵 齐心守护着川西北高原上这片绿色的生态家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明镇与小眼里 明镇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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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